2型糖尿病病人 糖尿病病人 我們說大部份是2型糖尿病病人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 有些病發症會出現 其中兩個比較常見的病發症 就是心臟病和中風 糖尿病病人的風險其實是高很多 原因就是他們2型糖尿病病人 這個LDL外膽固醇的分子 其實有一個特徵就是很細粒 而且密度很高 當你那個分子是越細粒 而越是高密度的時候 風險對血管的影響是會更加不好 分三個階段 譬如一個風險不是很高的2型糖尿病病人 什麼病發症都沒有 四十多歲 舉個例子 他那個壞膽固醇的水平 應該要低於2.6mL 然後再高風險一點 譬如一個五六十歲的糖尿病病人 有了這個病十年十五年 已經有少許尿蛋白 或者腎又不是那麼好 腎功能有少許衰缺 這個病人 他的壞膽固醇 LDL的水平 應該是低於1.8mL 如果再高風險一點 譬如一個五六十歲的2型糖尿病病人 他已經出現了心血管問題 而通過波仔 又或者擺一個支架 又或者一個類似的病人 中過風的話 他們的風險就真的很高 他們的壞膽固醇 LDL就要低於1.4mL 這些指引其實都是最新的歐洲心臟學會 在2019年公佈出來的 第一就是 究竟那個糖尿病病人 是否因為脂肪肝嚴重 而出現很高的膽固醇 因為壞的膽固醇 其實在肝製造 是佔距八成的 飲食那裡來的 其實佔得不太多 只有兩三成 所以如果一個糖尿病病人 有脂肪肝的話 他製造的壞膽固醇 是會額外製造多些 三酸甘油脂也會製造多些 需要留意的就是脂蛋白 這個其實跟壞膽固醇差不多作用 它是失血管的一個因素 所謂失血管 就是這些斑塊 在血管那裡會容易積聚 尤其是有異形糖尿病病 血管很容易累積這些斑塊 最終是要做通波仔的手術 而口服的藥物也有兩種 最常見和最傳統的就是 我們所謂叫做卡丁類的藥 卡丁類的藥它的作用是 直接按住肝 令到它製造少些膽固醇 另外一組藥就是避免 我們的小腸吸收飲食那裡的膽固醇 所以現在就有一些針劑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令到膽固醇的降低 那個幅度是非常之大 這些針劑它們叫做PCSK9的抑制劑 大致上是兩個星期打一次 那這些斷了藥是否很重要呢 其實對一些很高風險的病人 譬如通過波仔 放了支架的病人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些地方可以再塞回 如果你一旦不用那些抗膽固醇藥 經常忘記自己要服藥 服從性沒有那麼好的病人 有時候會不記得 又或者去旅行 帶不到藥 變成它們用藥就會斷了 針劑的藥 叫做SiRNA的藥 是降膽固醇的 效率也非常之好 而它大致上是六個月打一次 而PCSK9的抑制劑 和SiRNA這兩組的針劑 其實它們都可以降到 LpA子彈白